12月27日,微念官方公众号发布公告,宣布微念与李自欺在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 达成和解的同时,李自欺和微念共同持股的公司也发生了股权变化。 天眼查数据显示,12月26日,四川紫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生多项工商变更,兼是由刘同明变更为蒲倩云。 杭州微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有51%减至1%, 李自欺持股比例有49%增至99%。 目前,李自欺为该公司疑似实际控制人。 故事起于2016年,微念公司创始人刘同明与李嘉嘉进行了深度沟通,最终确立双方合作模式,李嘉嘉负责内容创作与发布,微念公司负责运营与探索商业模式。 2016年11月,李自欺在微博上发布了蓝州牛肉面视频,一席白衣一双手,揉面拉面一气呵成, 真实复刻一碗牛肉面的制作全程,迅速获得一众网友的青睐关注。 作为田园短视频博主,李自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全网粉丝超一亿。 山间千末,潺潺流水,在李自欺视频的镜头下,田园生活充满失意。 默契的合作一度让双方达到共赢。 李自欺借助微念从美派出圈,走向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知名度越来越广。 水涨船高,李自欺IP也为微念带来了庞大收益。 2018年8月,李自欺同名天猫店铺正式开业,仅上线6天,这家只有5款产品的店铺销售额就突破千万元。 2019年,店铺销售额近5亿元。 2020年,李自欺品牌的销售额达16亿元,同比增长300%。 李自欺品牌在商业领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IP蛋糕,但从微念公司当时的股权结构来看, 李佳佳本人在李自欺这一IP商业化的过程中,似乎并没有享受到多少蛋糕红利。 2021年6月,李自欺开始停更视频。 2021年8月,李自欺以一具资本珍视好手段,将其与签约MCN杭州微念的分歧,公之于众。 随后,在这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多次对簿公堂。 随着李自欺的断更、隐退、起诉,李自欺IP的商业势能正在减弱,微念在其产品销量上也显得有心无力。 天猫平台销售数据,2020年,李自欺的螺丝粉、方便面皮等所有品类的销售额为10亿元,2021年下滑至6.76亿元。 2022年上半年,李自欺品牌在天猫总销量为1.7亿元,较去年同期下滑了51%。 2021年,微念也另辟蹊径,希望通过多番布局新品牌以替代李自欺。 其推出的螺丝粉品牌臭宝便是其中一元。 尽管是全新品牌,但臭宝与李自欺却是同根生,两个品牌共用一批代工厂。 臭宝虽表现上好,但与李自欺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 今年双十一,臭宝销售排在天猫螺丝粉品类第五,而李自欺位于第二。 目前,李自欺天猫旗舰店粉丝数为685.4万,臭宝天猫旗舰店粉丝数仅为43.9万。 2022年,微念试图让港风博主胡提提尝试拍摄田园峰短视频,向李自欺转型, 但仅在几个视频后便被网友吐槽四不像,目前收效甚微。 显然,微念要想复刻第二个李自欺仍有难度。 如今官司尘埃落定,股权变更完毕,李自欺再次归来,仍是顶流。 不过短视频江湖也已然变天,李自欺的下一个战场依然挑战重重。 有三件事情是我最想做的。 第一个就是跟乡村振兴还有共同富裕相关的一些事情。 第二个就是我还是想继续把我们的非裔的传统文化做一些更好的传承和传播。 还有第三件事,我最想做的是青少年的引导这方面的事情。 我不希望他们以后,问他们以后想干什么。 他们说自己想当网红当明星,我不希望是这样子。 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